玩数码频道的淘宝店开张了 iPhone 三星 索尼 这里应有尽有 这是蚂蚁花备份期 七天无理由退换 顺风包邮送到家 每卖出一台手机 就有两块钱 我们就能帮助其他人 高品质的新机购买 尽在玩数码频道 不仅仅是家网店哟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杨阳 好 我们先来看看科技圈 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 iPhone 8 iPhone 8 Plus 全球首发开卖 至今正好一个星期 除了出现通话杂音的报道外 未有其他的问题发生 不过 日前台湾的一位女国粉 iPhone 8 Plus刚到手三天 手机在充电的过程中 爆裂 吓得不轻 这也是全球范围内 已知的iPhone 8 首个充电中爆裂的案例 这位女国粉表示 自己手中的iPhone 8 Plus 是金色64GB 插上电源充电时 手机外壳就出现了爆裂 使用的是iPhone 8 Plus的 原装充电器 目前手机已经被通讯行回收 准备送回原厂检测 这次的历史不会出现反转吧 坏消息不断 相信不少人正在等待 10月27日的iPhone X首发预购 从今年iPhone 8系列 较为疲软的销量表现来看 iPhone X有望让苹果挽回页面 不过 iPhone X目前存在的问题就是 产能 昨天华尔街报道称 问题出现在点阵传感器 所代表的3D钳制人链识别系统上 据金日美国报道 前苹果分析师表示 在明年1月之前 iPhone X都不会有充足的备货 而研究所人员表示 更为悲观 他说在明年3月之前 你都不会轻易的买到iPhone X 换言之 市场上将会出现三个月的公布应求 可以想象黄牛涨价 电商抢购 霸王级的合约套产等乱象了 昨天有消息称 乐视还会有新机发布 不过现在已经证实 昨天乐视赛全面屏的手机 是网友恶搞的 所以认为乐视还有能力杀回来的 还是洗洗碎了吧 但实际上乐视在手机这块 还是有动静的 而且还和现在最流行的全面屏有关 是什么呢 全面屏这个词是小米发明的 第一次提到这个词 是雷军去年在小米MIX发布会现场 然而在今年3月份 乐视却悄悄地申请了全面屏商标 并且涵盖了智能手机这个类目 不过目前乐视只是申请 还没有通过 当然仔细想想 估计也是不可能通过的 如果全面屏这种行业词汇 都能申请专利的话 那么指纹识别 四色四合处理器 性价比 这些词汇是不是也能申请专利了 乐视还真挺会玩哈 我们再来看看新机的消息 华为Mate 10将在下个月发布 作为首款使用华为自研AI处理器 麒麟970的机型 一直都受到关注 不过现在有消息传出 Mate 10还将会发布一个顶级豪华版 名曰宝石结版 将采用5.9寸三星AMOLED全面屏 8GB加256GB重组组合 2300万加1600万后置三代莱卡摄像头 前置1300万莱卡认证镜头 F1.6大光圈 4500毫安时电池 当然宝石结版的价格 应该也是宝石结级别的 根据Mate 9宝石结版950美元的经验 Mate 10宝石结版可能会突破1000美元大关 国航版恐怕要破万了吧 不是早就破万了吗 而另一边华为手机官方 发布了Mate 10的首支预告视频 This is not a smartphone 视频中首次出现了 华为Mate 10的外观轮廓 整体造型比Mate 9更加圆润 同时新一代莱卡双色金红一撇 手机高光金属边框也有所展现 华为表示 华为Mate 10不是一台智能手机 而是一台智慧机器 内置人工智能大脑 像我们一样看 思考 学习 解锁你的潜能 宝石结加人工智能 怎么样 要不要考虑一下 左眼间已经接近了10月 小米6S系列的消息 没有等到 等到的却是小米7的最新进度 根据业内爆料人表示 小米已经进入到了 骁龙845VR版本验证了 开始进入了优化阶段 骁龙845工艺 几乎没有太多提升 依旧采用的是10纳米的LPE 虽然不一定会有屏下指纹识别 但是小米7全面屏 以及无线扩充 应该是肯定跑不掉了 国内首发骁龙845 采用O-Lite的全面屏 定价会比今年的2499元起更高 米粉们可要做好心理准备啦 等小米8有消息的时候 就能买到小米7了 谷歌将于10月4号召开新品发布会 正式发布Pixel 2和Pixel 2 XL 日前著名的爆料达人 在推特上曝光了Pixel 2和Pixel 2 XL 屏幕保护膜的叠照 屏幕保护膜都可以爆 可以看到Pixel 2的额头和下巴依然出众 两边的边框也比较宽 Pixel 2 XL正面造型看起来比较奇特 上下有两个凹口 左右边框也非常窄 屏占比非常高 将搭载骁龙835SOC 只是电子容量上两者有所区别 别问我谷歌是什么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更多资讯 请关注玩数码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还有我们的交流群 感谢观看 祝大家国庆中秋节快乐 我们国庆后再见咯 拜拜 拜拜